做梦都想不到在非洲开上了挖掘机 而且是十分钟学会的开挖机 已经有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三年前我们的朋友范儿 从中国河南骑自行车 穿越十几个国家来到了非洲 之后呢就留在这工作赚路费 今天我们去他的食料厂赚 OK 这是他们干嘛拿了个全身 Hello Hello 拉了个绳在这拦路是吧 不是 这个路有坑的地方 意思就是这路我修了 你过你要给我钱 就是这个路上有点坑 然后补掉石头 对 这样子 非洲的特色 你们俩来行吗 我们俩很OK OK 你们俩居然当着我的面搂在一起 范儿总在哪呢 这个食料厂在 往前面走大概一百多米就到了 一百多米啊 现在就已经是雨季 所以是没开工是吧 是不是 这边雨季的话 大多个食料厂都停工的 我们有时候 只有我们在开 就保安是吧 那这个看门的 有记账的 有保安 啊 这个挖掘机在这挖了一个小坑 平时他们就可以在这边洗澡 下了班之后 在这里面洗澡 这个小沟啊 这都是雨水啊 这不是雨水 它到晚上的时候 涨潮的时候 水会到这里 哎呀 这个厂里面有一台这个挖掘机 还有它装载机 我小时候第一次开车就开这个 十二三岁的时候 今天正好是没啥事儿 过来学学挖掘机 记多不压身嘛 这范总可以啊 这这么多年 在西非这啥机械也搞会了 一个旗友变成了一个挖掘机司机 他现在经营这个厂了 这个整个草擦经营的 走 走吧 我抓的就行 对 往前面开 那边挖一下 挖一下 对 现在也 现在完全没有开工了吗 还是偶尔也做了点 偶尔 但是现在雨季啊 那边都光红盖 光红盖 他们都做了冰的 哦 确实是没办法够 啊 一天下火就长雨了 对 这挖掘机已经就把玻璃干碎了 哈哈 对 这个是操作这个左右履带是吧 往后拉是前进 往后 往前的什么 他不一定的 他要转过来就反了 对对对 转过来就反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操作旋转 旋转的 旋转 这个是操作这个 这个壁杆的 壁杆的 大壁杆的 转起来 红色提上来 这个红色的 对 这个红色是那个 对 一拉这个怠速啊 听个声音怠速一下又高了哈 对 来 咱们小时候要是有个字玩就可爽满天了 对 在非洲什么玩具都有可能 对 这还有这啥玩具 这个玩具 那个装载机 装载机 因为那个喷油嘴坏了 装载机那个小时候我也是玩大的 对 这个东西叫滚动筛 平时就把他这个 你看现在他是 主要是把土和小石头分离的 16毫米到3厘米的 从这个山往漏下来 然后再大一点的10厘米的 都当废料出来了 然后那个废料出来之后 就帮他们修那个路 是 就说这个农村让你们在这盖场的 有个条件就是 对 要把他们这个路给它修起来 要给他们把路修好 然后正好这个有用的料呢 就拉走做了销售 然后呢 废料呢 就拿过来帮他们修路 还干了好事 没修路之前是怎么样的 他们要从那边 你看从这可以看到那个车 他从这边绕一圈 走咱们这条路回来 然后如果这条路修通之后 他们距离可以缩短十几公里 可以走十几公里 就是就条河两边 原来 这条路修通之后 他们可以就节省十几公里的路程 那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这样大小做砖头正合适 他们做的是那种水泥砖头 这个一方的话 要是我们给它送到地方 因为距离一般都是 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对 给它送到专场的话 是一万一千西法左右 就是一立方可以卖 一百亿人民币 一百亿人民币 这个就是你们修的路 对对 免贝给他们修的 这路感觉不错 这个下车十几公里的路程给本地 这原来是条河吗还是 原来这条河旁边都有这个水平了 晚上这个水都是满的 修了一半 你往前开 就看一下 现在修了一半 就是你看 挖多少食料就收多少是吧 对 食料全都变到家了 很好呀 这个那个地球比你 鲜勇非常聪明啊 大概十分钟就上手了 是吧 可以啊 这个跟那坊主在这 啥也能玩到 小时候梦漫一球的大碗鸡刹 这个挖机油耗多少深啊 如果要是开这个最大档的话 一个小时的油耗 大概是2122个油 那像现在呢 现在这个中档位的话 大概就是14个油左右 14个油 就每小时14个油 那你们每天用容量很大呀 这每天干个10个小时 对 如果加上卡车装点机 挖掘机架一块的话 一天油耗的话 差不多五六十万锡把 五六十万锡把 五六千人民币 我从小的梦想是去新东化 去挖掘机 但是因为成绩不好 所以说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对 但是这个梦想在非洲实现了 但是在非洲实现了 我是挖路来了拆路来了 我怎么把你的路给拆了 没事没事 你只是把前面的淤泥清一下 到这我们也会清淤泥的 这个比学那个车的科莫二容易啊 对 你看这淤泥啊 这草哥就要清出来了 是啊 然后再把这个石头扑进去 现在进行进行一下清淤作业 开的这个车 参加阿大摄影师会怎么样 必须拿冠军啊 说不定救援 美女免费 对 做门都想不到在非洲开上了挖掘机 而且是十分钟学会的开挖机 我虽然没有能考上了梦想中的学校 山东南翔啊 但是想不到在非洲 居然在这里开上了挖掘机 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老师说你是不是南翔毕业的 不是不是 我也是来到这边之后 然后自己学的 就是你刚来那会儿什么也不会是吧 刚来的时候那个 这个装点机挖掘机卡车都不会开 现在都都都门清了 然后来到非洲 来到非洲一年 然后来到非洲一年 这个挖掘机啊 装带机啊 还有卡车都会开了 可以可以可以 非洲锻炼人啊 对 接着别人不需要驾照 啊 哈哈 骑三门子出去 立番某多 杂细的嘞 有有有 Be careful Slowly Slowly brother Bother Slowly Slowly 就怕出不去 还是得快 OK 非常好 OK 我 你每天就要上班吗 不是 平时有做那个皮卡 这两天那个皮卡坏了 所以叫做三蹦子代替 啊 这样子啊 在非洲修车很慢的 一辆车过去 我们公司七辆车 然后你要开过去一辆修 但是一个月真的基本上出不来 你就说现在你们七辆车还剩几辆能开 只有一辆 哈哈 现在那个小的六辆都在修 对 这是越野路段啊 哈哈哈 我都应该开发机过来把这个路修一下 对 明天修一下 呃 垫点垫点碎石头啊什么的啊 哇 哎 我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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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铁限住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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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老铁限住了 这个 这一看这个篮墙上车没好好学 那咋办这个车 是吧 刚刚自己弄嘛 等会让他找几个小几个非洲人过来推就可以了 好 那咱走了是吧 好 这小老铁 这小老铁 小老铁有点可怜 好 坐这 哎呀 路太烂了 所以开这个车出去吧 比那个三轮车靠谱是吧 对 呃 北温重卡 如果坐那个三分子出来呢 且得坐呢啊 都会有这个货车 坐三分子过来 差不多在15分钟20分钟啊 就像这边这个老百姓工资 估计能一个月能挣个五六百是吧 他们这个国家的平均工资 也就是 500人民币 600人民币左右 我估计开灯开那个货车的工资能高点 能能能一两千 刚才呢 开货车的 我给他开 我们给他开的是比当地要高一点 每个月是七万七百 700人民币啊 开开大车 嗯 像他们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呢 嗯 工作六七个小时吧 六七个小时啊 一小时十块钱 嗯 哎 一小时十块钱 不是 一天二十块钱 嗯 一小时 一小时三块钱呗 二十多 一小时三十三万 还有休息的 啊 每个星期还休息一天 还休息一天 对啊 看到解说 熊 小时 是 小时 小时 小时